今天山东喜事临门了 青岛成了山东首个特大城市 全国特大城市数量由之前的13个变成15个 跟青岛一起晋级的还有陕西西安 怎么说呢 青岛支愣起来了 青岛很有面子 面子 什么面子 别瞎眼神了 对对对 在咱们国家 衡量一个城市的规模 人口数量是一项重要指标 根据人口的多少 中国的城市规模分为五类七党 哪五类呢 五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 五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的中等城市 一百万以上五百万以下的大城市 五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一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 其中特大城市的门口 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五百万以上 注意 是城区人口 还得是常住人口 每个城市下面都有各种县和各种县级市 那些人口不能算里边来 对对对 有朋友讲话了 那就是市匣区人口呗 一个城市有几个区 你把所有区的人口加一起 当然不是 那样的话 济南你早领先青岛成特大城市了 前几年济南把济阳县和张秋市进行了市县改城区 可这个城区里还有大量的农村地区和农业人口 那济阳城区边上就是一片一片的麦子地 这城区人口比例并不太高 而青岛能成功 那是有原因的 2017年青岛极墨市市改区 青岛六区变七区 城区人口一下子壮大了一百多万 极墨在归队之前 就是山东百强县排行榜上的No.1 对对对 还是北方经济第一线 实力很能挡 总之吧 这个青岛成了山东第一个特大城市 是好事 以前的山东多是一百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 不成气候 城镇化率不高 所谓群龙无首 中心城市一个没有 火车跑不快都怪没有车头带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怎么样 你看你那意思就是 青岛以后就是山东领土的阳 领路的人了呗 对呀 那你把济南放哪了 济南是省会 济南是鲁威 济南是天下全城 济南历史悠久 济南可是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 有力竞争者 行了 你差不多得了 什么 你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凭啥给你面子 怎么讲 你整个没完了呢